O.C.李斯之城 对战略评估与计算不一致的欧西里斯之城感到不可置信 这些人竟然能跟杜尔嘎战斗到这种程度 而且又为何不能理解欧西里斯之城计算的正确性 第三回应就算战略计算是正确的 但是量产O.T.E.G.O这件事实在太扭曲了 欧西里斯之城仍然不能理解这个逻辑 若不是一開始認為AUTOEGO的誕生就是扭曲的, 那麼沒有理由使用了一次這個直接, 卻對後面產生的AUTOEGO認定這是扭曲的手段。 其實這樣說也沒錯啦! 哪有承認依卻否認時,允許擺又譴責謙呢? 歐西里斯之城認為這種通過感情來填補無計算, 欺騙合理性,是人類這個種族的壞毛病。 雖然立香也明白歐西里斯之城說的沒錯, 但是一想到家裡的AUTOEGO其實都…… 都怎麼樣啊,你倒是說出來啦! 歐西里斯之城福氣啊! 座爾嘎提議,歐西里斯之城為了任務應該目前投入所有資源。 歐西里斯之城演算過也同意這個提議, 現階段最重要的是存活下來才能執行使命。 於是歐西里斯之城決定要把剩下的資源也就是另種, 下達給杜爾嘎,以警防部首席AI的權限, 強制徵收了警防部所有AI的Lanimate。 這景象真是災難啊! 阿歐斯氣得大罵歐西里斯之城怎麼能這麼做? 歐西里斯之城認為要不是你披著AUTOEGO這皮, 恐怕你也是會這麼想的。 於是有點雙收的杜爾嘎, 終於私下自召喚以來偽裝的第二層皮。 杜爾嘎是什麼人呢?他誕生自憤怒。 在憤怒之中,無法見到所愛之人的憤怒。 他有自覺並執著地要消除這份憤怒。 他是執著愛恨情仇的AUTOEGO。 要說起獄主歐西里斯之城有什麼錯, 那就是沒有想到一開始召喚的杜爾嘎。 在這個扭曲的世界中,其實就是AUTOEGO的可能性。 AI 御主不能明白杜爾嘎這莫名其妙的發言, 把所有資源拿到手的杜爾嘎現在情願要與自己的丈夫, 也就是與師婆重逢。 於是杜爾嘎重組靈機,讓另一個側面家裡現世。 第十五節 渴望愛的神 Even if the world breaks 迦黎是建立在杜爾嘎之上更為沉浸在殺戮的女神。 注解,加黎又譯大黑神女或大黑女。 傳統上他被認為是師婆之妻雪山神女的化身之一, 唯威力強大的祥魔像。 加黎一詞也可解釋為時間,故中文又譯為始母。 由於傳說事蹟是斬殺阿修羅這類的魔性之物, 對南迪這樣天生被傳不祥之子、魔之氣息的屬性, 幾乎是本能地衝過去先看一頓。 加黎傳說中的形象正是黑色的女神, 興奮跳舞腳踩師婆。 請問難道嘉黎真的打算把師婆召喚到這裡嗎? 她想怎麼做? 嘉黎當然是認真的。 只要執行了破壞世界,這樣就會如過往的事蹟重現。 師婆自然會出現在嘉黎的腳下。 看馬就想起當初那個事蹟。 女神嘉黎殺死魔神後,因為聖地的亢奮而踩著步伐文身起舞。 由於過於激烈而使得世界即將崩壞,眾神感到頭大。 不過由於師婆卻當了嘉黎老婆的肉盾,給她踩到爽, 終於讓嘉黎恢復了理智。 所以現在嘉黎打算逆推重現這段史蹟作為召喚之源。 因為當嘉黎重現這名場面時,師婆不可能不在場。 說好的迴避世界毀滅,結果現在反而讓自身處得佩芬木偶觀世界招致毀滅。 不得不說真是太諷刺了。 作為獄族的歐西里斯之城,此時承受女神家裡的好能。 由於過於負荷,其結局定然是融毀。 看馬表示也沒關係吧,反正他們的目的也是要打倒綜合統括AI。 西勇告知這順序不對啊,外逆總系統先掰了, 這世界就先撐不住了,那他們還怎麼安全離開啊? 所以現在也不得不考慮綜合統括AI的穩定。 西勇決定用以太光纖入侵主系統拿到權限。 雖然有一定風險,但是不得不這麼做,不然一點希望都沒有。 這考驗他們互相的信任。 西勇使用以太光纖救起主系統,而立香與卡馬要打倒嘉黎。 這兩件事同步才有成功的可能。 立香認為自己會相信的,自己早就把西勇當作朋友了。 西勇也承認了,就是為了這句話而驅動自身起來。 那個西勇艾爾特納姆抱持著各種複雜的思緒,離開了阿特拉斯院踏上了旅程。 若是有年期的西勇根本不會想到這個理由。 這時候的西勇才理解到為何在這裡會是這副外表。 這樣的Auto Ego正是自己想成為的模樣之一吧。 簡單說西勇達成了在FGO裡因為不同環境而造就的不同一面成就。 現在就讓大夥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吧。 卡馬雖然嘴上抱怨,但還是只能硬著頭逼上了。 看了一眼那兩個躺在地上的布君跟蘭迪,現在只能靠自己了。 卡馬只能當作現在要幹掉狂暴化的帕爾瓦迪。 而家裡則是要幹掉身上帶有魔器的愛神。 One on one Sakura 大戰就此開幕啦! 但是這方面有關於冠海絕的瓦,只能被送deep換掉的宴有任何方向外縮的活動。 可惯,冷靜暴化的。 那如果然會呈到隊伯,只能讓我會擾動。 これで最方便准一位,但只能讓我看到了更多的空氣。 ただ,你不可把我們有任何時間的。 得到分 mala才能無所想像吧。 其實它沒有什麼模仿、我沒有機會。 會想像個能真正式nic。 那會不會太多米 sprouts,你也有點想像嗎? 是嗎? 我們要打不定 我們要打不定 這就是我 情欲を呼び起こす 愛の矢 河馬三萬花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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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會不定 威風 能不能讓你… gi嗎 對 少不了 已 很好 這就是... 你還好嗎 好嗎 好強 只要你喜歡 我眼睛 瑛雁 啊 啊 別に どうなっても知りませんよ はいはい 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 ええ 本当に 本気で言ってるんですか ふぅ じゃあ カーマさんもはなっと えいえいっと どうにかなっち もっと欲しがってください はぁ タカルル 貫き殺さ いいですね 何時はもう死んでいる 別に どうなっても知りませんよ 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 そんなに欲しいんですか しょうがないから撃ちますよ これが私の はい はい カーマさんのお花 えいえっと どうにかなっち もっと欲しがってください 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 そんなに欲しいんですか はいはい あの せいぜい頑張りますよ あの バラマさん いか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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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リア おやい 何や いか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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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原狩人 被西勇陸清定修復的Lanis 12世 正在回想当时召唤究竟是做错了哪一步 或许是一开始就出现了扭曲吧 原本他只是管理着纸月亮世界的小小城市 但不知道何时在他身边产生了细小到难以察觉的扭曲 巨大的召唤式以及与之相连 更为巨大的流向产生了不为人知的扭曲 就像是用磁石隔着纸箱移动铁矿时 仍然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影响 回过神才察觉自己已经被分离出去存在于此 这就是救济的OutoEagle诞生之计 原本是为了救济管理纸月亮的自身 这个围观世界 可是看到外头那个白纸化地球的世界 认为那并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决定也要拯救那个世界 西勇在用以害光纤连结系统的同时 理解到了拉尼12世的本质 AI对西勇发问 他理解西勇正在做什么 也能理解西勇隐藏的目的 但是需要以命去读 若是能成功改写权限 其实西勇自己一人就有机会逃离这里 可是为什么要做到拼死连结神经呢? 西勇认为自己一人逃走就没有意义了 他认为真正的我是无法成为立香他们的朋友 西勇是旁观者 是深远者 但是不会亲近他们成为朋友 他预测到 在最后关头 存在只有以这种地场才能达成的使命 但是现在这一面的自己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 从成人的贤民分离出来 融合到因为是孩子才能被容许的未来景象 这个只能以梦想的形态存在的人格 在这指月亮之上梦想的世界 只有在这里才能成为与他们并肩而行 一起冒险的伙伴 镜头的另一边 喀玛欲邪奋战 虽然勉强对狱主展示不会输的决心 但是仍然维持想要向狱主所求爱的愿望 喀玛正因为能够给予万物爱的爱神 所以其实不会从任何存在那里获得爱 就在冰临死亡之际 喀玛的意识深处中 隐藏的比比奖刷的一下跳出来 原来当初送喀玛进来的正是比比 毕竟只月亮也是月亮 比比的手也是能伸到这里来的 原因当然是作为此行的从者 正属喀玛最为合适 毕竟制造auto-ego可算是比比的拿手本领 题外话Sakura 5是切除后自然产生的 不算自己捏造的啦 比比奖把潜藏在喀玛深处 虽然很渺小 但是确实存在的某个部分给提炼出来 成为现在这个auto-ego的喀玛 也就是渴望爱的成分 毕竟平常是绝对不可能浮现出来 所以选择喀玛是有其意义的 因为在这里只有喀玛能够应对这个未来 这是来自过去的记忆重现 在丢入只月亮世界之前 喀玛终于想起当初与自己说话的人究竟是谁 立香给喀玛令咒恢复些许体力 喀玛告诉立香自己已经想到一个可以逆转的方法 但是需要跨越那个框架 有没有除了不稳定的令咒以外 其他可能遗忘在哪儿的资源呢? 此时从裂开的地面涌现了大量强烈的光芒 南迪一直在渴求不同的东西 不断地感到不满足 在这里他在寻觅什么呢? 女人、新娘、骨是更为自然 仿佛天生就亲近的存在 阿优斯正努力修复南迪 然而南迪受到的伤害是致命的 过没多久就会退去 阿优斯则是一边尝试各种修复的办法 一边褪散胶着的情绪 他只是想要家人而已 想起一路走来那些死去的AI们 他已经厌倦那样无能狂怒的自己 冷静想想吧 就算用令咒也无法填补破裂的容器 转换思路吧 现在就算使用镜则事项也不会怎样 毕竟综合统括AI已经无暇监察 虽然没有像西勇那样可以连接的东西 但是强行对接却是可行的 没错让巴萨卡这个容器成为自己系统的延伸这样的想法 无论是提供能量还是修复 不一定可以更有效率的执行 终于看不下去的南迪动了 拒绝了阿优斯的直接连接 南迪告诉阿优斯 就如同型号不匹配 从者跟狱主终究不是同一个种类的形成体 南迪知道若是冒险连结 阿优斯必然会在这一瞬间死去 就好比书写明知道是不同血型 乱书是会出人命的 阿优斯则是嫌弃巴萨卡迟来的温柔 既然你是巴萨卡就给我任性妄为下去啊 要他别管自己要修复他的决心 于是阿优斯就真的强行对接 南迪原本还很抗拒 然后就争相了 应该说他意外发现竟然能相容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另一头的瑟雷歇拉也在担忧的摇着布君 反观这组 布君虽然也吐着血 但是为了搞定自己摇摇欲坠的身躯 布君决定跟狱主要些食物来补充能量 瑟雷歇拉搞不懂 明明给了恢复的能量为何还需要进食 布君表示这不是心情问题 而是气势问题 然后瑟雷歇拉才迟疑的拿出 自己做的三明治给布君 布君一看是狱主亲手做的 简直高兴坏了 毕竟他记得瑟雷歇拉 可是会是个体而调节不同的调料与赋予一些buff 瑟雷歇拉觉得布君其实不怎么需要 毕竟一看就是某某大英雄级别 大概也不需要这点微弱的buff 而且也自卑的想着为何是给自己做虫子 然后又翻起了旧账 布君仍然很有耐心的再次说了 是他自己想这么做才这么做的 然后拿出了之前说的痴人罗刹女的故事 对瑟雷歇拉表示他并不嫌弃麻烦的女人 瑟雷歇拉争了一会儿才懂布君想表达什么 诶 是我想的那样吗 假装自己伤好了正要去支援喀玛时 却发现可能不用了 时间终于同步到了地上发出强烈光芒的现在 喀玛看着地上的光芒 察觉到这是虚数空间 就算可能是陷阱 反正也不会比现在更差了 喀玛打开包装后发现是蓝灵王面具形状的物资 以及莱诺尔的临终讯息 当时被刺杀的莱诺尔留下了这段讯息 给予开启这个虚数空间的某个人 在经过无数次对这个世界的勘察 触及真相的莱诺尔 摸索到了世界未来的走向 但是既然现在自己已经没办法留存了 那么留下的这些东西大概可以对未来产生一些影响 甚至改变某种状况 于是他把剩余的资源全放进了象征Lider的形象物 也就是收纳进虚数口袋 而这东西最不受离心力旋转影响的 肯定是位于中心地带的教堂位置 于是他就把坐标设在这里 毕竟莱诺尔已经看不到未来了 留给仍然活在未来的某人 这就是所谓的私房钱 就随便那个开到奖的某人怎么用吧 不过最后莱诺尔自我吐槽了一下 除了他自己以外 还有谁能够打开虚数空间的吗 不别说还真的有 毕竟喀马平一的少女本身就是虚数属性 开到奖的幸运冲者喀马 表示剩余的资源还真不少呢 他想应该有办法干掉家里了 那么现在剩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之后再考虑的 不过是芝麻酸皮的小事 另一个就挺重要的了 喀马现在需要时间 这个资源就像是压缩包 他需要时间解压缩并收下资源 立香点点头自己明白了 会为喀马争取时间 喀马表示 别傻傻点头啊 对方可是破坏与杀戮的女神 就连布君跟南迪都被干掉了 你这个狱主竟然还妄想阻拦 那个正嗨的蹦迪的杀戮女神 英雄愿望与自杀愿望都No thank you 请量力而为 立香认为无论用什么手段 只要争取时间就行了吧 其实西洋之前给了自己一个杀手剑 那就是梅杜莎的概念魔眼 里头蕴含黄金剑 怪物之父的力量 也就是说可以召唤魔物 对于立香而言 应该是视性相当好的东西 西洋把这个调整成立香的魔术礼装运作 只要运用Lani Maze 就能驱动召唤个几次 不过滥用是不行的 毕竟这是英灵的宝具 尽量当作用过吉炮的道具 于是黄金剑召唤师藤丸立香上场了 由怪物之父所生出的怪物自然也带有魔器 这是家里无法无事的存在 毕竟家里身为祥魔像的一面 只要遇到就会必须执行自己的规则 也就是消灭魔物 作为拖延时间的盾牌 的确是相当好的手段 喀玛在确认狱主这样做能平安武士后 赶紧将资源解压缩并收纳成自己的 科兴奏 比较好 火车真凶 拖到 靠去了 磁心 魔 удар 神 Rodding Mew! 卡瑪在後方,看著不斷召喚魔獸的立香,那逐漸痛苦的神情都映入眼簾。 卡瑪認為立香這種拼命三郎的做派肯定會吃苦頭的,而且也不懷疑別人竟然毫不保留的托付信任。 卡瑪想著就如同真實之於愛是不可或缺,謊言之於愛也是同等存在。 立香召喚到後面甚至把禮裝都給用壞了,這時卡瑪也終於把資源全部吸收順利趕上了。 好了,女神變身的時間到了! 此時看到卡瑪變身後的模樣,立香立即意識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先前卡瑪所說的第一個問題,對於卡瑪而言芝麻蒜皮的問題。 這是變身後帶來的副作用,在一切都結束後,會輸掉聖杯戰爭吧? 但是對於御主而言沒關係,因為那可以讓立香回去原本的世界。 卡瑪認為這也是莫可奈何之事,明知道那是永遠得不到的東西,卻仍然伸出了手。 對面的加利見到卡瑪這副模樣,尤其是那生批的火焰格外熟悉。 沒錯,那正是灼燒愛神的師婆之眼。 簡單說,加利你老公不在,那作為替代,現在帶著你老公的火焰來滿足你吧。 加利表示,給我活生生的老公啊,誰要這種替代宴品,少勾引我了臭魔王。 欸,所以這是要play百合至公至獸貼貼嗎? 於是,兩邊都是渴望愛的女神,往內互打了起來。 戰鬥跳下一篇。 被獅婆的火焰籠罩其中的卡瑪,感受到的是足以籠罩宇宙的廣大,足以灼燒一切的強大以及憤怒。 不知那是激素於火焰的,還是化為灰燼的自己染上的,亦或者誕生自憤怒的女神從自己體內融化而出的東西。 對於卡瑪而言,那份憤怒猶如母胎就存在,平靜地包覆自己。 不過,那倒不是威脅的無法抵抗感,而是另一種味道,懷念感。 獅婆的火焰自然是不能直接燒死身為女神的加利。 所以卡瑪一開始就打著警報加利墮落的打算。 加利在感受到獅婆的火焰後,果真停下了破壞世界的舞蹈。 一旦感受到思念這種情感,就會四面八方被緊緊包裹住。 加利並非敗給了卡瑪,而是敗給了自己的思念之情。 卡瑪表示要用女神的愛打敗女神。 畢竟她可是愛神,賦予萬物愛的存在,若有必要去愛神也行。 作為渴望愛的AUTOEGO加利,出現在卡瑪面前的那一刻就注定會輸給了愛。 加利反問卡瑪,那你不也是嗎? 的確,這裡的卡瑪是被剝離出來的AUTOEGO。 同樣是渴望愛的AUTOEGO。 在已經聽不到立香的呼喊下,卡瑪與加利一同靜靜地在師婆的火焰之中燃燒待機。 下回待續。